霍洛尼亞抽星爺橋,麵包想上市 一間變兩間,兩間變四間,四間變八間 八間之後上市,上市就再集資 電影的橋段亦都在你和我身邊發生 今次的主角是日本飄揚過海 將麵團搓成81層再拿去焗 外脆內養的丹麥包 將波羅尼亞帶來香港的是綠原幹籍夫婦 2009年由日本引入,招牌八十一層丹麥包 一塊要九個半,一點都不便宜 雖然未至於買到雞汁航文,都卻卻有名氣 網上也有不少好評 黎智英和彤彤都有幫襯 一間變兩間,兩間變四間 波羅尼亞現在在香港有四間分店 他們上個月宣佈獲得中彩二的天子基金入股 雙方決定今年在香港開三間 在內地開一間 五年內在上海開二百間 最終目標是上市